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繼續講到哈利波特裏面的魔術 現在我們上文講到就是中國的龍 中國的龍實在太多話說 我們選一些比較興趣的 暫時我選了龍的九個兒子 龍有沒有子的呢? 有 相傳龍生了九個兒子 龍有九子其實後面有後面的結後語 就是說那個兒子的性格都不同 那個人的品性都不同 他們的長處缺點都是很明顯有分別的 所以龍生狗子是有他的九個兒子 有好的圍存 也有壞的圍存 但是有一個東西就是 龍是差不多是我們說 十全十美的一種神聖的動物 但是那個生的兒子 似乎沒有老爸那麼厲害 龍的兒子雖然有九個 但是他們的成就不及他們的父親 所以龍生狗子有這樣的說法 龍生狗子有他們的名字 那我就在這個很多書裡面都有記載 但是記載裡面很多都不同 那他們都不成龍 那老大就叫籌牛 好 老二先講籌牛這樣的形狀 沒講之前也有很多朋友問 牠龍是會不會和其他動物有接觸 牠龍生狗子有生兒子有 在中國的傳說裡面有說 牠說龍、魚和牛交就產生一些叫做鱗 那究竟龍能不能夠和牛相交呢 那是成問題 魚、豬相交就生象這樣說 與馬相交就生龍馬 那也有講到龍是和人交配 那當然這個生出來的是天子 很多當年的皇帝都是用了這樣的故事 類型的故事來表達他們的身份非常尊貴 而且是難得的 那皇帝由他怎麼說都可以呢 當然這個傳統去到韓國今天仍然在用著 說太子爺肥仔金都是生出來自然成了一個皇家 這個見仁見智了大家看法不同 好 講到龍生狗子呢 籌牛呢 這個大仔呢 就好陰 好陰的意思呢 就是說牠喜歡音樂 所以牠的顏色是黃色的小龍來的 那在哪些地方會發現牠的造型呢 在琴呢 但是當年很多琴 琴的頭呢 就用了這個籌牛呢 龍生狗子的仔的形象呢 來做了裝飾 那很多不只是擺在那裡的打橫的琴 打直的琴 彈的琴 都是用這個籌牛呢 這樣子的龍仔呢 來做的 那另外一隻呢 經常都見了 又經常都聽見牠的名字 這個名字呢 相當之有趣 我們經常說 不要這麼閉毅啦 閉毅呢 這兩個字呢 一會兒我呢 會在網站展示出來 這個閉毅呢 是龍的仔之中的一個 但是這個仔呢 他的興趣呢 他就是喜歡文匾 喜歡文匾呢 喜歡書法 所以呢 他通常呢 就在一些大的碑 的下面 他承載著 這些東西呢 可能好像隻龜一樣 那為什麼叫做閉毅呢 現在我們借用了這個閉毅的意思呢 就是說呢 城西 什麼都不做 就是 頂著那塊 背著那塊 大的石碑 上都有一些文字 那樣子就是很閉毅這樣 那 他有 中國有四零呢 那 他呢 是 跟 那隻龜呢 是 相似的 但是呢 很多時候呢 這個閉毅呢 那個頭啊 都是一隻龍的頭 他身呢 就是一隻龜 一隻龍呢 就不能夠 背負 那麼大的石碑 那麼我 我 所見過呢 很多呢 這些閉毅呢 負的碑呢 很大 很長 有成差不多 三公尺 我想 蟲呢 這些石呢 都過噸 那 真是呢 那 如果 切身處理想 這個龍的兒子 閉毅呢 他真是呢 認真閉毅了 那 那 第二 還有一隻呢 我們呢 叫他做 痴文 這個呢 很多 瓦背頂啊 中國的金字頂呢 瓦背頂呢 都有這個 這樣的裝飾 當然呢 它是 一種 保護的性質 那麼 但是呢 他呢 就 然後 他的性情呢 就喜歡吞 喜歡吞呢 吞吃的吞 他的形象呢 這個痴文呢 就是一隻 魚的形象 好像一條魚 但是呢 它其實就是一條龍來的 那麼這個 在中國很多的建築上呢 在瓦背上呢 都是用了這個痴文 這個這樣子的形狀呢 來到去 擺在那裡 那麼 也有呢 我看過呢 在 日本呢 一些很大的寺廟呢 和金字塔的屋呢 金字頂的屋呢 他們呢 他們呢 都用了呢 這個痴文 但是呢 痴文呢 他們的用途 其實呢 就是一個 遮了那條柱的頂 的一個裝飾 你知道呢 呢 逢是 這個 中國啊 日本啊 韓國式的 舊的屋呢 他除了一個正糧之外呢 呢 兩邊呢 都要有一條大的柱 支撐住 支撐住 那條正糧呢 那這兩條大的木柱呢 呢 他們 上高呢 一定要穿過那個瓦背 穿過瓦背之後呢 如果我們只是看到那條木柱呢 就相當之 不雅觀了 不是很漂亮 但是所有的人呢 就將它呢 加了一些浮雕 加了一些裝飾 那些裝飾呢 通常呢 就是一條魚 形狀的物體 那當然呢 也有人說 這些這樣的痴敏呢 是有防火作用的 有水的保護家屋 不要那麼容易火燒的作用 另外有呢 威嚴壯麗的作用 也是呢 中國呢 也是一個龍的狗子中其中一個 那也是有一個保護作用 那這個呢 那就是 大家呢 相經常見 我會呢 在一個網站呢 會 將一些這樣的相片呢 刊登 那大家呢 可以參考一下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狗子裡面呢 講多一隻 叫做 蒲勞 這隻 這隻 這樣的狗子呢 是比較 他比較爭吵一點 他喜歡 他喜歡 敲叫 喜歡吵的 那 那 那 為什麼這麼吵呢 呢 因為呢 他 生性呢 呢 就 不喜歡症 喜歡吵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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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到的很多 鐘 鐘的提亮 鐘呢 就不是現在我們禁的電鐘 是 那種敲擊樂器 在這個出土的文物裡面呢 有一套 爭吼月的編鐘 好 現在還可以打得響 在編鐘的上高呢 就有一個 所謂的 扔著 的 提亮 這個提亮呢 通常是一個雕塑 這個雕塑呢 就是 龍的狗子 它叫做 蒲魯 它呢 是很喜歡吵的 對啦 那麼 吵呢 就是 在敲鐘的上高 經常瀑在那裡 經常 天天都聽著那些鐘聲 天天呢 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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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呢 它 它 作為這種裝飾呢 都有一個原因 還有一些時間呢 我們講講呢 另外一隻呢 不是經常出現 但是有很多書呢 都講了龍的狗子 叫做韜鐵 我現在呢 講的韜鐵 這兩個字呢 比較難寫的 那麼 我一個號字 下面一個 食 這個韜鐵呢 是 多數是一些食具 或者呢 在一些 制製的 放食物的 盛器裡面呢 出現 這一文呢 就 表達 這隻龍的狗子的 形狀 聽聞這隻東西呢 傳說話 是很喜歡吃東西的 所以呢 現在說那些人呢 貪吃 喜歡吃 就是叫做韜鐵 就是這樣來的 那 因為它是這樣的性格呢 所以呢 很多在 它們的盛器 青銅器 上高呢 都有它的文 有它的抽象的文 聽聞這種呢 是非常之 兇殘的 一種 動物 還有一個 同樣字 那麼 今天呢 就講不完 狗的兒子 而且呢 他狗的兒子都有不同的記載 那麼我都準備 跟大家都 分享 講完 那麼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很感謝各位收看 以及 感謝各位的協助 那麼 今天呢 到此為止 下個禮拜呢 記得同樣時間 再收看 那麼 我們繼續講龍的狗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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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